當然剛剛的東西本來是長這樣 這麼多步驟 如果用聚集錄製的話 其實就兩個按鈕 最後做完都按下去 第一個清楚 第二個按下去 全部都幫你做完了 OK 這樣感覺會比較好 如果以後的話你按下去 按下去全部都做好了 那這裡的話 可能你需要了解幾個重點 第一個 錄製聚集 OK 就是說你需要把 你會重複的那些動作 都先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 讓他去跑回圈 跑什麼回圈呢 跑你幾個工作表回圈 如果你有三個 你就告訴他說 從第一個工作表一直到第三個工作表 做一樣的事情 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資料 搬到那個 搬到哪裡 搬到 特別重要是第二欄 一直到第三 第二欄第三欄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資料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就是直接把它放在我的這個 這個位置 把它貼上 然後再往下 再換下一個 二年級的 這個同樣的範圍 一樣把它複製 一樣再貼到那個 我們這個位置 好 然後在第三 第三年級 也是複製 再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個位置 那你說那個 前面時間的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哪個年級 那你就變成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用 這個可能要自己在 再把它寫 VBA了 為什麼 因為 錄製劇 它的優點是說 它不用寫任何 不需要寫太多層次 它會自己把你產生 但是有部分的功能 它還是辦不到的 你頂多就是怎麼樣 就是 這個錄製的時候 恐怕也 還是可以錄進去 只是說 變成 有些東西 還是要自己再把它補上去 所以 我們可能會這樣 就是 錄製劇 可以先完成 B欄到 C欄部分 那A欄的部分的話 自己再補上那個 補上 補上那個 就是你的 這個VBA程式 這個用VBA程式把它補上去 比如說你這邊一年級 那如果說我今天到第10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二年級 這邊是二年級 然後也許到這邊 到地 這邊好了 應該到 到這邊 OK 然後再來就三年級 那最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按照 因為它要把 一樣的人的名字部分 要把它用 排序的方式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最後再利用資料裡面 有個排序 也許按照姓名 A到Z好了 地增排序 那你會發現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 同一個人的成績就出來了 那後面最後是個排序 也是要用VBA補上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就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錄製劇 把B欄C欄 摳過來 那第二個年級部分 這個聚集還是有限制 必須自己用VBA寫 補上那個年級部分 第二個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排序 這個也只能用VBA把它補上去 所以聚集錄製雖然好啦 但是有些部分還是做不到 還是非得要VBA把它完成 最後做完就三個步驟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再加個清除 然後你最後以後你就按下按鈕 事情就幫你解決了 有沒有 它會按照什麼 把資料幫你搬過來 然後加年級 再排序 這樣子 三個步驟 那要怎麼做 我們按步就班來看 第一個 錄製劇 那錄製劇的部分的話 等一下各位要小心 最好是你先自己練習過 最好是一般叫彩排 因為你要沒有彩排過 你可能亂錄 錄下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那你需要錄哪些動作 在我雲端上面有教各位 一到八 總共會有八個動作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是怎麼出來的 其實都是錄出來的 我頂多是加上什麼 加上註解 那我錄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 你們大概稍微 選取第一個工作表 有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切到我們的那個工作表 貼上 貼上之後 因為要再繼續貼其他的 所以讓它Ctrl向下 這個Ctrl向下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範圍移到最下面 那但是最下面還再多一列 就Offset了 所以這個流程我跑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你在錄製劇集之前 我們先切到 我現在這個是叫合併聚集的 這個 然後呢我就按一下 錄製劇集 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改成什麼 工作表整合 或者叫 合併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可以叫合併工作表 好了 按確定 不過按確定之後呢 特別注意啊 這個道理跟你那個 按下錄影的按鈕是一樣 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所有的動作都會被錄下來 所以你也不要亂動 因為亂動 它所有你只要動過的動作 它都會幫你產生程式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是VBA 我覺得它是一個它的特色 因為其他的語言 幾乎沒有說 還可以幫你自動寫程式的功能 它這個其實還蠻棒的 它等於就是自動幫你寫程式 也許你有一些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透過它幫你寫 按確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優標先切到 就是一年級 所以它會幫我產生第一行程式 也許叫做什麼呢 SHITS一年級.slate 它會先幫你寫一行 第二個的話呢 優標放A2 它會幫你寫一行程式 也許叫rangeA2.slate 然後呢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做什麼呢 把範圍先選起來 因為基本上你以後一定是一個範圍嘛 然後Ctrl C Ctrl C就複製嘛 對不對 然後再切到我們這個合併聚集的這個 移到哪一個呢 移到B2 做什麼 Ctrl V貼上 那貼一個之後呢 你接下來要想第二個怎麼辦 那第二個你變成說 第二個工作表要貼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這個範圍先移到下面 移到哪一個呢 移到B11的位置 那怎麼移到B11呢 當然你滑鼠也可以用點的啦 不過你滑鼠點 記下來B11就固定了 那將來最好是不要固定 因為你將來不可能永遠 你資料 也許你下一次的人數增加 其他班級不可能只有9個人嘛 可能10個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偵測的 Ctrl向下 Ctrl向下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自動幫你跑到你貼上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它也會幫你錄下來啦 就是這個範圍 好像是什麼 And的那個最下面那個 它會告訴你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 將來是非固定的喔 OK 那你用滑鼠點下去 Range B11.12 那以後就固定了 那你只能9個啦 OK 那可是問題你還要怎樣 將它貼的位置呢 還要再向下一列 有沒有 所以向下一列 你就是箭頭往下 這樣子完成 OK 那你這動作 盡量不要多做啦 因為多做的話 會多錄一些不需要的 錄製聚集集非常重要喔 你們如果熟悉錄製聚集這個東西的話 將來你要自動產生一些程式 你本來不會的 它會自動幫你寫出來 這個還蠻好參考的 因為有些東西 你也不是說 因為VPA的領域這麼大啦 你怎麼可能什麼都會 那你不會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先錄一下看看嘛 錄一下 好參考一下 然後呢 我再來做修改 我就有一個基礎了 不要說 什麼東西都要從頭開始 我怎麼知道 什麼東西怎麼寫 有些物件 我根本也用都沒用過 那我怎麼知道怎麼使用 很簡單嘛 錄製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好的方法 讓你可以進 就是階段性的 產生你的VPA程式 好那錄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停止 特別注意喔 一樣在開發人員裡面停止 好 這個動作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齁 你大概 像要做到這麼熟 可能要至少錄個 很多次啦 幾次可能一能而已啦 有時候可能錄個十次 或者是都是 都是有可能的 那錄下來之後 你也不要急躁 你不要 一下子想說 你可以馬上就做正確啦 不太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先彩排過 再開始錄 應該就比較不會錯 再來聚集裡面 就會產生一個 你剛剛的那個 叫合併工作表 也許我剛剛有一個 旁邊有個編輯嘛 你把它按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錄下來的東西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邊這個是舊的 我把它好 就這一個 那合併工作表呢 上面註解可以拿掉啦 那再來其實我做什麼 一這個是選取有沒有 一年級 二我做什麼 選取A1的儲存格 三我做什麼 Ctrl Shift 向右 你有沒有發現 向右 向下 對不對 那你其實這個 後面點的後面自己打啦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大概把那個 那個點大概先把它點出來 四做什麼 複製嘛 然後5的話做什麼 5的話就是 就切回到那個 我們的哪個工作表 合併的這個 有沒有 然後點Slate 再來要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呢 我要先什麼 先把游標先放在B2 然後再做貼上 好 也許這邊的話 切到B2 然後再來做 再來做貼上 所以7就是貼上 8的話呢 就是呢 我那個什麼呢 Ctrl向下 有沒有 所以Ctrl向下 就是這一行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會寫Ctrl向下 你可以這個 然後呢 9的話呢 就是 我 游標再往下 一個儲存格 可是 游標儲存格 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變固定的 那如果說 你這樣來跑回圈 你把它加個B11 它好像永遠都是在B11的位置 所以會有產生錯誤 這一行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其他的 其實你們可以比對一下 這個 我剛剛寫的東西 就是我錄下來的東西呢 你可以跟什麼東西比較呢 跟我最後的 就是 我有放在雲端上面的資料稍微比對一下 其實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在雲端上面 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兩邊這樣子 把它挪一下 兩邊比一下 基本上 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因為將來不可能永遠都一年級 所以呢 你要想說 那如果我要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所以這個DM要把它變成 一個 非固定的 位置 那它可以用年級 也可以用數字 比如說我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一個第二第三個的話 就可以有利於我來跑回圈 因為回圈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要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呢 它都 怎麼樣 可以跳著 那以後是不是說我只要做一次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功能 套用在其他的工作表 那如果我有很多工作表 我就可以很快的自動幫我複製過去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主要是要修改 工作表的那個什麼的名稱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動作做成重複了 因為回圈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可以設定你重複工作表的範圍 比如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啦 最後一個幾個不管啦 反正一百個一千個 它都會全部幫你跑完就對了 那我們這邊是做三個 所以一 這個 改成這個 這個等一下你們可以先了解 其他好像都沒有不一樣吧 有沒有複製 我只是說我這個名稱我會自己打上去 那你們當然 最好是以後自己 錄完的東西 特別注意就是 請一定要加上註解 因為你如果沒有加註解 錄下來的東西 你根本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加上註解之後的話 其實很多動作都一目瞭然 其實你剛剛做的動作不是 你做完之後啦 你就錄下來 你就再加上註解 以後回頭看你就知道哪一行可以怎麼去使用的 然後再來怎麼樣 Ctrl 向下 其實這個向下可以寫成這樣子 也可以寫成這樣 都可以拉兩個其實 最後向下一列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這一個 這個呢 因為它一定是B1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非固定的話 我教各位有一個方法 就叫做Active Sheets Active Sheets Active Sheets 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現在 這個 就是 游標正放在哪一個儲存格啦 因為我前面用Sales 那這邊的話是ActiveSales 就是沒有加S喔 就是你游標正放在哪一個儲存格的敘述 這種敘述的話呢 它比較可以寫出 非固定的儲存格位置 因為如果你用B11的話 以後就固定了 那固定的話 將來跑程式就會發生問題了 就會錯掉 所以我們可以用 這個物件名稱 來代替你現在 游標正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再配合一個什麼呢 一個很好的方法叫Offset 這Offset 其實它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偏移 比如說我要讓它向下一列的話 一列 然後正下方一列 然後沒有藍的話 那後面可以加上什麼 Offset 刮弧喔 前面一列是列號 後面是藍號 就是我向下一列 那我就一 逗點不用藍 0 OK 向下或向右都是正的 可是如果向上的話 就負的喔 向左也是負的喔 OK 那你可以利用Offset這兩個數字 去幫你現在儲存格的位置 去做移動 這樣的話呢 其實以後 你就是錄製下來的話 稍微調教一下 你就可以調教出你要的這個結果 因為有的時候 錄製劇集喔 它蠻多都是絕對的 都固定的位置 但是你可以呢 讓它去移動位置 OK 所以第一階段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範圍的東西 錄下來之後 並且做修改 那等一下你們可以配合一下 就是錄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後呢 了解一下呢 Ctrl V OK 好 那可是呢 再來我們需要什麼 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就是說我需要跑幾次呢 跑三次 那跑三次的話呢 我可以怎樣 再加上一個回圈 回圈加在哪裡呢 加在下面好了 For I 等於第一個到第幾個 第三個 因為有三個班級 Nesser 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不是改成I了嗎 所以他就把它放這個 第一個選一下 然後把這些東西丟過來 第二個選一下 放過來 第三個選一下 把這中間這一段怎麼樣 再丟到我的回圈裡面 並且 把Fornets不要選到 中間這個按一個TAB鍵 TAB就縮排了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Fornets就看到了 頭跟尾就OK了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誒 程式就寫完了 OK 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來DEMO一下 基本上呢 我把中間這個地方刪掉 那剛剛的動作 其實只有把中間這一段 外面包一個 你要跑幾次的敘述 那主要關鍵就是 這個地方是一個I 由它去改變 讓我跑一次 你可以直接執行 或者是說你按F8 主行跑一下 這個時候For I I的話是E 所以你第一個工作表 幫我選一下 選過來對不對 油標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切回來 貼上 再Ctrl向下 再Obset一個 再換下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現在二年級的 現在二年級的 一樣都動作 再貼上了 有沒有二年級貼上了 再Obset 再換下一個 然後再把三年級的 搬過來貼上 Obset 其實最後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因為你會發現現在是在那個最下面 它在B29的位置 所以我建議你跑完捲布之後 如果貼心一點的話 因為最後你還要把它捲上去 點到這邊好了 或者點到這邊好了 那你可以多寫一行 如果更貼心一點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Range 然後 B1 也許把它點Slate 就是把那個 游標再幫我跑回去 最上面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會可以比較方便 所以你會發現 在跑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連續動作 現在全部都清空 對不對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全部呢 都過來了 不過呢 有個問題 這個位置 剛剛好像貼過來的那個位置 好像不對 這個 游標應該確定先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 頭跟尾 這個應該改B2 OK 頭跟尾 我建議 乾脆先加個B2 好了 因為如果說你那個 頭跟尾 如果沒有放B2的話 像剛剛會貼的時候 會貼錯 所以這邊的話 再執行一下 頭跟尾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所以 你要能夠確定是 放在B2 因為剛剛我好像漏寫這一行 所以它初始的位置不對 OK好 類似像這樣 所以改完之後 最後再加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 就把這個範圍清除掉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程式就OK了 所以 最後你也許再加一個清除 清除我是利用那個 就是範圍 然後後面加一個 clear contents OK 那待會的話 再來講就是說 做完之後 那我們還少什麼 還少那個 就是班級名稱跟排序 所以等一下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班級名稱加上去 然後再利用那個 他的姓名去做排序 做完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等一下 錄製的時候 可以先參考一下 我雲端上面的 不用急 反正盡量 可以先把這個 先熟悉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1到8的步驟先熟悉 熟悉完之後 再去錄製 錄製完之後 自己再去找到那個 你錄製的每一行程式上面 加一個註解 比如說1做什麼 2做什麼 3做什麼 4做什麼 最後再去參考我雲端上面的那個 那個是最後final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 以後 你錄完之後 你外面再包個回圈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它 你每一個工作表 每一個工作表做的事情都會是一樣的 一下子就幫你把所有的資料呢 幫你集中在一個總表裡面 所以以後的話 你如果 應該我想工作蠻多的 比如說1到12個月嘛 那每一個月可能 又有1到30 31天 那如果說這些資料 你要把它集中在一個總表裡面的話 以前可能你的做法 應該都是 什麼呢 就選取 然後Ctrl C Ctrl V 哇 那你這樣做很多次吧 那如果說你會懂得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很快的 你的資料就會從 個別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 一下子幫你匯整在總表裡面 那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而且其實沒有太多 需要 改的啦 大概我改 大概改的是 工作表名稱把它改成一個i 變成數字 最下面可能就是那個 換下一列 或者Ctrl向下那個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Offset那個我想也是這個的重點 這個Offset這個 這個應該是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可以決定 你現在儲存格 到底要移動的位置是多少 如果向下跟向右都是正數 幾籃幾列你告訴它 然後你可以再次做後續的動作 移動幾個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假如說你要貼上的時候 中間要一個空白列的話 你可以把Offset的後面數字由1改2就好了 它就自動會幫你空一列了 Offset的那個數字啦 你也可以再去做一個調整 我想這個地方可以變化出 非常多的這個效果出來 然後最後在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這個for回圈是指的是 你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for i 等於1到3 Enter兩下nets就可以了 這個方式的話呢 其實也延伸啦 跟其實我們上個學期那個 上個學期主要是儲存格的範圍 現在的話是工作表的範圍 不過觀念上面其實都是有一個延續性的 給他請各位先試試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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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